首次上稿20点40分更新时间23点25分 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 民进党中央经就宜兰县长嘉义县长党内初选召开协调会议 据了解登记宜兰县长党内初选的原山乡长江永和东山乡长谢灿辉会中表达愿退出初选 民进党以兰县长提名谨慎立委陈欧破一人争取 如果一切都无意外渴望获得提名 江永和指出党中央在会中建议大家回到原点 给宜兰县更多布局空间用时间换取空间 党中央这样的想法他与谢两人都很同意 这对大家都好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向 民进党发言人和孟化转述嘉义县长初选提名协调会议结果 会中张明达表示对电视证件发表会没有参加的意愿 但同意党内安排电子媒体用适当的方式让翁张良表达参选的理念 证件针对初选民调公司 两位参选人也同意由双方同意的民调公司中由中央党部抽出三家来作业 令会中双方也达成初选不互相公结维持党内团结的共识 初选结束后也将团结一致支持党提名候选人 发言人和孟化转述宜兰县长初选提名协调会议结果 会中三位参选人皆强调党内初选和谐的重要性 参选人江永和与谢灿辉最后表示为团结伊兰顾全大局对伊兰县长提名人选 愿由中央党部衡量全局全权处理今会中协调后 江永和与谢灿辉退出伊兰县长提名初选 故电视证件发表会与民调将不再办理 当内人士表示会先确认通过两人的退选 目前登记候选人景义人就没有民调的必要 除非陈欧破退选 否则后续程序就是依据提名条例规定 经过中职会确认是否提名陈欧破 民进党一线长初选两人退出 陈欧破不退却还不算出现